今年4月27日是现今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生日 荷兰将在这一天举国上下 庆祝一年一度的国王节 这是荷兰最盛大的节日 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生日派对 十年前的4月30日 威廉·亚历山大继承了他母亲的王位 成为荷兰123年以来的第一位男性君主 从2014年起国王节开始取代了原本的女王节 不过由于威廉·亚历山大国王的下一代 老大是女儿名叫凯瑟琳娜·阿玛利亚 等长公主阿玛利亚继承王位之后 荷兰人民的国王节又将被女王节所取代 顺便说一句 亚历山大国王一共有三个娃 除了阿玛利亚公主之外 另外两个也是千金公主哈 荷兰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因此国王没有啥师权 但是在凝聚国民的团结和传统文化方面 国王还是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 总体来说 王室受到大多数荷兰国民的拥戴 华说亚历山大国王于1967年4月27日出生 1987年入荷兰莱顿大学学习 1993年获历史硕士学位 年轻时也曾是个叛逆青年 在大学期间热衷于排队和啤酒 因此曾被媒体冠以啤酒王子的绰号 她与王后马克西玛索雷吉耶塔的恋爱婚姻过程 也颇具传奇色彩 马克西玛出生于阿根廷 在嫁入荷兰王室之前 她是位优秀的职场女性 曾从事金融业 她的父母在阿根廷拥有显赫的地位 尤其是父亲曾在军政府担任要职 不过这一点很有争议 一开始荷兰民众甚至议会都因此不太接受她 如果亚历山大坚持和她结婚 可能需要放弃王位继承权 不过最终爱情胜利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如今的马克西玛王后 能讲一口流利的荷兰语 受民众的挨戴程度 甚至超过了国王本人 亚历山大国王爱好众多 特别是他还拥有波音737的驾驶执照 为了维持驾照的有效性 每个月他会担任副机师飞行 有时候乘客会根据他的声音而辨识出他来 国王节这天 荷兰全国上下举国欢庆 到处都是一片橙色的海洋 人们可以合法的在路边摆摊 出售自家不用的二手物品 不需要营业执照 甚至还不需要纳税 街头随处可见音乐表演 展览 跳蚤市场和疯狂派对 欢乐的氛围弥漫整个国家 国王节绝对是妥妥的狂欢节 这样的国王节 您想来体验一下吗 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开始讨论区 我们开始讨论区 好 我很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